哥 你去哪里来 怎么看着你闷闷不乐的 你不用管 我没事 你有事没事 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还不赶紧说是怎么回事 唉 别提了 我打小工的钱 老板一直没给我 你是不是急用钱 我这里还有点 你先拿去用 不是急用钱 只是那个老板叫我今天去拿工钱 结果需要他没给 小一小 你这么没出息的东西 连个工钱都要不了 严娘 老板不给钱 跟我哥有没有出息有什么关系啊 本心 你别管严娘怎么说 他就是那样的 老娘 我不想管你们这些破事 对了 我叫你跟我去拿的包呢 严娘 我去的 你朋友不在家所以没拿回来 妈 我看他就是没拿到钱 心情不好 所以故意不给你拿包 小妹 你快闭嘴吧 你不是外门把你当咬吧 我只是问一下你给我妈拿没有 严娘咋这么凶吗 小妹 你妈是为妈明明就是要往来 小小姐 我看你是能亲无照的都分不清 他帮都没给我拿回来 还好意思说闻闻闻闻闻闻 严娘 我都说了 你朋友不在家 你要不相信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去问 你最好别骗我 要是被我发现 永远好看 我没时间跟你们在这扯 家里面还有这么多活没干 哥 你要去哪里干活 我和你去 你不用去 在家休息就好了 我跟你去吧 等一下我还有事情要和你说 有什么事情 现在就说吧 哎呀 这个是秘密 现在不能说 这哪里没办法 走走走 可欣 你快点要给我说什么 赶紧说吧 你小心一点 你被我抬鞋钉放了啊 大惊小乖的 我还真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给我说呢 哥 你感冒就先回去休息吧 感冒休什么休息啊 多干点活就好了 昨天晚上我给你熬的姜汤 你是不是没有喝 感觉越冷越严重了 喝了 可能是今天穿的衣服有点疯 那你不会多穿点衣服啊 一个小感冒而已 被你说的这么严重 赶紧去放油菜吧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哥 油菜饭完了 饭完了 那我过来跟你一起盖 盖完了 可欣 走 回去吧 可欣 你那个同学不是说看上我了吗 待会你把他联系帮助推给我 好 要有手指喊了 诶 你看你这个鬼样子 你们几块谁把水里帮我回停下 嫣娘 发生什么事了 我掉了八百块钱 那是拿了每年货的 是你们谁拿了 嫣娘 会不会你放在哪里忘记了 你好好找一下嘛 我找得到 我还来问你们呀 妈 这里面没有 你好好想想 是不是出去的时候要弄丢了 我除了昨天去介绍一套 都没有去过哪里 当你从介绍回来的时候 钱还在不在身上吗 我给你们说啊 这几百块钱虽然不多 但是在家里面丢的 就是我交不好 你们谁拿的 自权一点 姑娘 谁会拿你的钱 你的房间我们从来都不去的 你们是谁拿的 私底下来找我 这次只是口头叫信 那个钱是放在哪里不见的嘛 是用一个黑色袋子装着的 里面有八百块钱 谭姐 你还收拾这个家里面 会不会被你当成垃圾 被人家甩掉了 我哪有那么喘 你别乱说话 好 你们一个个都不承认是吧 游娘 你还去哪里啊 这个家伙是带不下去了 一个人让我这么安心 妈 你先先先把事情弄清楚 别跟着我 我出去散散心 哥 看来游娘这次的钱真的丢了 要不然她不会这么生气 我知道是真的丢了 那现在怎么办嘛 能怎么办 反正我没拿 最近我去打小公有钱用的 你们又没说是你拿的 现在是想办法举结这件事情 我都是有了办法 但是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你先说出来 听听 就是我们从800块钱出来放在她房间 到时候打电话去打说找到了 可以 哥 但是我觉得不用给游娘打电话 到时候她回来自己看到要高兴一点 那肯定不行 这样她就真的觉得是我们拿的了 你放心你现在还挺会想事情的嘛 好像也有道理 那我们一个人出多少钱 我出400 你给什么一个人出200就行了 谭哥 那我二少哥我二哥呢 他们又不在家 我们自己把这件事情解决就行了 那好吧 主要是我只有100没有200 行了行了 100也行 我再多出100 哥 你等一下我钱没在身上 我去家里面拿出来给你 谭哥 平时看你那么凶 我发现你还是挺好的嘛 哎呀 我也能理解 你的两个小孩本来就不容易 谭哥 钱给你 这个钱现在是抽出来 但是怎么给游娘才合适呢 既然不想让我妈知道是我们成长 那就把它装起来 随便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就行了 行 那就按照你这样说的去做 欢迎在身上 Catherine 在我这里摆架子 不管是谁 我一样不给面子 小雨晨 小木浪跑到外省去了 你知不知道 原谅你这么问世 想表达什么 这不是关心他吗 问他起来哪个谁 去干嘛 人家在的时候 你那么凶 把人家整走了 现在你又在这里夹心心 他现在怀着怨难 还往外省跑 我能不关心吗 你还知道他怀着怨难 你俩他走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到这些 人家本来就是大城市来的 腿长在他身上 他要走我拉得住他呀 你说话不过分 不当我当骂 问他他就不会走 我做什么说什么 我心里有事 你不用在这里教我做事 原谅 你要一直这样下去 以后我找个女婚 我都不想往家里面带 谁对我好 我就对谁好 在我这里摆架子 不管是谁 我一样不给面子 人家木兰摆什么架子了 来到我们这里 什么龙不住 他既然选择叫到农村来 做这些事情 都是理所当然的 有些物质这样说的 十年干婆 十年干戏 现在万一处不好 以后看你日子怎么过 丁给我说这些道道理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你自己好好想想 要做什么就赶紧去 不要在这里烦我 现在我看见你 是 我自己为人过去 有些些花将会 哥 你干嘛 愁眉苦脸的 刚刚为了木兰的事情 跟人家在外面 成了个人心 好了开心点 小花不是已经去找木兰了吗 会没事的 知道了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去哪里啊 看你不高兴的样子 带你出去走走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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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还在意我留下的蓝 可欣啊 我发现你就是个骗子 哥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再说了我骗你什么 刚刚我以为你带我去找什么好玩的 好吃的呢 没想到你带我来这里挖地 我本来想带你去那里摘琵琶的 结果那个琵琶还没熟 我也没办法 那个琵琶说什么熟熟 你自己不知道 能不能找个好点的借口 你看带你出来走走 心情不就好多了吗 还知道跟我斗嘴 确实出来干活卖卖地 心情是好多了 哥 为了你的好心情 加油干活吧 龐哥 你知不知道 本台小花是去哪里了 木兰 这个我也不知道 她也没联系我 我打电话给她她也没接 好吧 对了 小花她还没回来吗 回来了 但是问她这两天去哪里了 她什么都不说 你别多想了 木兰 小花这次出去 肯定跟上次一样设计谈工作 希望是这样吧 二嫂 你心眼怎么这么小啊 我二哥明明没有那么坏 你偏偏这么想她 小妹 你不是我没人把你弹摇吧 堂哥 我说的全面都是实话 不像你们几个一样 为了哄我二嫂 尽数我二哥坏话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小花的坏话呢 我不禁两只耳朵听到了 而且两只眼睛也看到了 我真的是跟你这种人说不清 耳朵听不见就算了 眼睛还把我死 因为你没到你 所以才说不过我 木兰 那小花回来她去哪里了 她说很累 所以去睡觉了 小花累了就让她休息一会儿 我相信她是不会做出什么出口的事 等她醒来我好好跟她沟通一下 堂哥 我跟小花在一起这么多年 这一点我还是很相信她的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 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相互信任 这个我知道 我是怕她在外面遇到什么事 不跟我们说一个人承担着 不会的 她可能是坐在时间比较长 有点累 哥 你到底在干嘛 我都在这里等你了半天了 来了 来了 堂哥 你们这次又要去哪里啊 我们去哪里好像不用给你汇报吧 可欣 快提筒回向过来 好 谁还在意我留下的爱 如果爱要让爱继续 我爱人 心心里放大花成熟 随便落在这世界 哥 先别借了老板 叫我们去吃中午饭 好 我把这块气冷就下来 好 那我先去洗个手等你 大家好 我叫雨晨 不知道这两天小发跟木兰发生了什么 希望他们能够和和睦睦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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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